请儿笑嘻嘻地看着我 如果你觉得蛋是个负担 但是又很喜欢鸡 那就干脆弄一只公鸡样样 其实呢 比较好的办法是抓一只野鸡 不过要小心哦 也有可能会下蛋的 而且山上的路可能不大好走 可别被抓住 如果你觉得 老师对这一只天天变老的鸡没兴趣 那还不如当初那个蛋来的时候 要是不怕鸡猪 你就可以试着再弄一个蛋 不过小心一点 别再将它孵出来 那你最后的结论是 我看着秦儿 对你来说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鸡下蛋 秦儿冲我玩耳一笑 我觉得你一定非常的喜欢蛋 可是你不能没有记 而且是要先有记 你的意思 还是先有那个 后有爱的好 我有些意外情儿的这个结论 是啊 我要是最后的结论 是先有爱 后有那个好 你一定会说 我带着个人的主观色彩 来分析问题的 为了必行 我只能出来这个结论 而且你好像是 比较能接受这个结论呢 是不是 那其实你的意思 还是先有爱 后有那个了 我问秦儿 从我们俩的情感历程来说 你觉得 不是吗 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从你另外的历程来说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能理解 现有那个后有爱这种行为 我其实想不通的 秦儿的神情有些沮丧 还有些懊恼 我这才发现 我不知不觉 被秦儿忽悠了一圈 秦儿讲的道理 其实是个反义 我知道秦儿说的是我和柳月 我一时有些郁闷 风哥 你说没有爱 真的就可以有那个吗 先有了那个 真的会有爱吗 秦儿又问我 我的脑子里 一团的混沌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警案 我自己也想不通这个道理 我不知道 我是真的想不通 还是想刻意地去回避 我知道 在社会的正统观点里 在世俗的理念里 如果问起 先有爱 还是先有幸 几乎所有人都会说 当然是先有爱后有幸的 没有爱 哪来得近啊 没有爱 幸是肮脏的 是不道德的 而我和柳月 却从另一方面 实践并反驳着这个观点 但是在现实和世俗面前 我们无法去争辩 而我 确实是找不出 合适的理论 合适的理论依据 秦儿见我没有回答 并没有罢休 反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对他 是性还是爱 他对你 也是一样的吗 我看着秦儿清澈的眼睛 脑子里的谜团更加混沌 我摇摇嘴唇 啪拍秦儿的心吧 秦儿 这个时候再问这个 还有意思吗 听话 睡觉吧 秦儿看我的脸色不大好 也就不再问了 靠在我的怀里 慢慢呼吸均匀起来 如睡呢 我半靠在床头 手里拿着一本书 忽乱地翻着 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我愣愣地看着书页 却不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 就这样 我愣愣地做了大半夜 脑子里又忽乱翻腾着 秦儿今晚的话 将我的心又一次搅乱 我孤独寂寞 伤感 忧郁的内心深处 又起了波澜 我熄灭灯 放下书本 躺下 轻轻搂着秦儿的身体 脑子里毫无倦意 失神的眼睛 看着周围无边的黑暗 我知道 这注定是一个无眠之夜 我不知道 我已经经历了 多少个这样的无眠之夜 我坚强的躯体之内 却有着一种极度的脆弱 这脆弱 是不是会刺激我 让我在寂寥而沉默的夜里 不肯一击 第二天一大早 秦儿就起床做好了早饭 甚至把牙膏都给我系好了 我起床洗澡完毕 秦儿伺候我先吃过早饭 然后让我先去上班 他今天请了一天假 不用上班 在这里给我洗衣服 收拾房间 今天我要卫生局采访宋明正 同时去办理秦娟的事情 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操作计划 先到了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了秦娟实习的 市人民医院外科护理站 这会儿应该是他在上班的时间 果然我找到了秦娟 秦娟 我是你姜哥 啊 姜哥好 秦娟显然很高兴 想不到我主动给他联系 你今天还上班吗 上啊 我刚上班呢 上到下午四点 哦 我以为你昨晚上夜班 这会儿也要下班了吗 哼 不是的 姜哥 今天你找我有事吗 嗯 也没什么大事 那个 我跟你说啊 以后再人情 你别叫我姜哥了 叫我表哥好了 有人问起我和你的关系 你就说 是我表妹 好的 秦娟很高兴 表哥好 下午 我可能去你实习的医院 工作室下 到时候或许能见到你 嗯 记得啊 到时候不要多说话 我问你答就行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不要多说话 嗯 记住了表哥 秦娟很听话地答应着 打完电话 我看看时间 宋明正的车应该快到了 陈静坐在那里看着我 哟 表哥 又是那个表妹啊 这表哥表妹的 好清澈啊 我冲陈静翻了翻眼皮 就你肚子里的鬼心耳朵 少胡说八道啊 这是我老师的侄女 在外面 表兄妹的身份 也方便 啊 是啊 方便 陈静用暧昧的眼神 看着我 这表妹 一定是个小美人吧 闭嘴啊 做你的事情 我承陈静等眼 我不闭嘴 你能怎么呀 陈静冲我刺牙咧嘴 你 我点燃一颗烟 猛吸了两口 冲陈静喷出了一口浓烟 我熏晕你 哎哟 我好怕怕哟 陈静夸张地打开窗户 伸直脖子向外呼吸便喊 有人放毒了 正在闹着呢 有人敲门进来 是宋明正的秘书 秘书一进来 陈静才停止了折腾 看着他 你好 这谁啊 秘书见了我们很恭敬 冲陈静点头笑笑 然后看着我 江主任 宋局长让我来接您 我拿起包对陈静说的 我去一趟卫生局 和宋局长约了采访项目 你在家值班吧 哦 怪不得你刚才打电话 说去什么医院呢 原来如此啊 陈静又开始胡乱猜测了 我怕他失言 冲他狠狠地一瞪眼 硬是让他把嘴给闭上 我和秘书下楼 直接去了卫生局 到了卫生局院子 我下车的时候 看到杨哥的车停在院子里 诶 这杨哥来这里干嘛呢 我先里低估了一下 我跟随去二楼宋明正的办公室 刚到二楼走廊 正好遇见杨哥正要下楼 宋明正正满脸笑容的送行呢 见了杨哥 我忙打招呼 杨部长好 杨哥和宋明正同时看见了我 杨哥先笑了 趁我伸手握着我的手说道 江主任好 怎么 来宋局长这里采访啊 是啊 来采访的 我边和杨哥握手边说 宋明正在一旁笑着 杨部长 原来你和江主任也认识啊 杨哥呵呵地笑着 看着宋明正 宋局长 也把我看得太惯了了吧 这江主任是有名的大记者 咱江海的一支笔 我可是经常看江主任的文章的 开会也经常和江主任打交道 这个青年不错 很有干劲 很有才能 是啊 杨部长慧眼是英才啊 这江主任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认识也有一年半多了 今天这门请江主任呢 来我们卫生局帮忙做宣传呢 哦 认识一年半多了呀 杨哥的眼神稍微一睁 看了我一眼 接着恢复了常态 哦 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 好啊好啊 这工作光说不干不行 光干不说也不行 这宣传还是很重要的 宣传就是生产力啊 是啊 杨部长说得对啊 宋明正附和道 宣传就是生产力啊 杨哥笑了笑对我说了 我刚才那时路过 来宋局长这里 淘了一口水喝 我还要去其他单位看看 你忙你的吧 说着 杨哥伸手 和我 还有宋明正握手告别 送走杨哥 宋明正热情邀请我 去他的办公室做 在宋明正办公室 我才知道 杨哥是来查看一下 党员电教室的 这些日子 省里的领导要下来 视察党员电教工作 宋明正显然是感觉到了 杨哥对我的不同寻常的热情 对我说的 江主任 看得出杨部长很赏识你啊 这可是绝佳的机会 能得到杨部长的垂青 可是很多人都渴望而不可及的 你老弟可是遇上了 和杨部长没事多接触 对你今后大有好处的 我和杨部长也就是工作的关系 杨部长为人醇厚坦诚 对人很热情 都是这样的 是吗 我可感觉杨部长看你的眼神 和别人不一样呢 江主任 总归这是一件好事 祝贺你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想宋明正一定不知道 杨哥和柳叶的事情 因为到目前为止 杨哥和柳叶的事情 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孤男寡女 地位特殊 我想杨哥和柳叶都明白着其中的厉害 不想弄得满城风雨 即使是结婚 我想他们也绝对不会大张旗鼓的 我想起那一天 宋明正在补习班教室门口前 和柳叶说的话 突然想 要是宋明正知道了杨哥和柳叶的关系 他会怎么样 要是宋明正知道了我和柳叶的关系 他还会这么对我们 我知道宋明正现在啊 虽然是有父之父 但是心里仍然还记挂着柳叶 仍然希望柳叶能回去 我知道 如果柳叶答应回去 宋明正绝对会离婚 休了那个女人 我觉得如果没有妮妮 柳叶是绝对不会回去 可是有妮妮在那里 我不知道万一宋明正 休了那个女人的话 柳叶会不会为了妮妮回去 那样 杨哥可就惨了 竹兰答水一场空啊 我自作聪明地这样琢磨着 对了 听说杨部长的太太 因病过世好几年 杨部长现在不知道 有没有再找一个呢 宋明正突然问我 回了 宋明正神经啊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一个大男人打听这个干嘛呀 我不知道啊 宋记长 你们这个干嘛呀 该不是你想给杨部长做媒吧 到底是做记者的 这脑瓜子 这嗅觉就是灵敏啊 宋明正叫着对我说的 我想啊 这杨部长一个人很寂寞 生活也缺乏料理 要是有可能 我安排工会上 从飞生系统 给找一个合适的伴侣 有个董医的在旁边 这对杨部长的生活健康 是不无好处的呀 宋明正是想 给杨哥套近乎 巴结领导的 我一眼就看穿了 宋明正的意图 如果宋明正给杨哥 介绍了比柳月 年轻漂亮的女人 杨哥要是看中了 那柳月怎么办呢 我的心里突然很矛盾 既不想让宋明正这么做 又希望宋明正 能给杨哥介绍个女朋友 当然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我都不能告诉宋明正 杨哥和柳月的事情 这是高度机密 接下来 我开始我的工作 先是和宋明正 座谈全市基层卫生室建设的情况 因为材料已经比较齐全 主要请宋明正 谈观点 谈思路 我希望能从中 找出闪光的地方 可惜宋明正 谈了一个多小时了 我也没有听出 什么闪光点来 不过没有也不要紧 这个稿子 我早就写好了 即使不补充材料 也一样能合格地发出 我拿过采访机 换了一盘子弹 开始和宋明正 座谈全市卫生系统 航风整顿的内容 秘书拿过来厚厚的一袋材料 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简单一看 对宋明正说的 宋局长 我想这样 上午座谈 主要听你的思路和观点 下午呢 去看几个点 边看 边听点上的人介绍情况 下午去看的时候 你要是忙 就安排一个 工作人员陪同这就行了 行 就按你的流程诺 上午座谈 下午实地查看 今天我没事 专门陪你 下午呢 我也陪你去 那多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领导的工作呀 我听着心里安息 正合武艺啊 嘴上却谦让客气着 陪你就是我的工作 我今天的安排 就是接受记者安排 陪同你采访 别客气啊老弟 宋明正笑呵呵地说着 又吩咐秘书 通知办公室主任 和几个在家的副局长 中午陪江主任吃饭 去嘉年华顶桌吧 我忙叫出了秘书 对宋明正说的 宋局长 不用客气 下午呢 还要工作 中午吃个便餐就可以 也不要那么多人陪了 我这个人喜欢安静 不喜欢喧闹 啊 那也行 中午简单吃 晚上好好吃 咱哥俩好好喝一顿 然后 我继续我的采访 宋明正开始侃侃而谈 他这次在全市卫生系统 进行航风整顿的目的 目标 措施和意义 以及目前开展的 进度和情况 宋明正抓医疗业务不行 抓整顿 确实很在行的 弹起来头头是道 滔滔不绝 我边用采访记录音 边用笔 在采访本上记录要点 很有成效 从宋明正的谈话内容里 我感觉到了宋明正 扶正之后烧的第一把火 是卓有成效的 宋明正不是一个优秀的 医疗卫生工作者 却是一个出色的政客 一个出色的管理者 他毕竟是混迹了官场 许久的专职政客 我不用想起柳叶 对宋明正曾经的评价 说宋明正并不是我 那个时候看起来那么窝囊 他是一个深暗官场 知道的人跟随常务副市长 做了那么多年秘书 不是白混的 在采访宋明正 听宋明正谈话的过程中 我不仅在了解了采访内容 同时也在学习 为证之道和管理知识 宋明正谈话很严谨 和采访无关的内容 一律不涉及 言辞的拘谨程度 和采访之前似乎有些不同 看来真的是 在其位谋其政论 我看着宋明正 突然想起了 这是一个和柳叶在一起 生活了好几年的男人 这心中不禁就产生了一种 异样的感觉